台湾昨天有不少的县市首长 就完成了第一剂的新冠病毒AZ疫苗接种 而今天上午台北市长柯文哲被问到 今天起床之后有没有感觉到副作用呢 他说可以上班的话就表示都还好 至于新北市长侯友营 他还有桃园市长郑文燦 通通都打完之后状况都不错 包括卢秀燕 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内打完都没有什么状况 也没有什么太大不舒服 但是来看到的是台中市的环保局局长 以及金发局局长 他们都有些不适 社会局局长更是发烧到站不起来 症状是又快又猛 只好请半天假休息 请了半天假的社会局长彭怀珍来上班了 开会前市长卢秀燕不忘叮嘱要他多休息 因为局长完成第一剂AZ疫苗接种 半夜就有状况 很猛烈 他比那个感冒的那个症状会更剧烈 然后我大概有20分钟 连站都站不住 局长形容症状来得又快又猛 可见新冠病毒的确很强 连打疫苗都如此不舒服 其他像是环保局长说 晚上吞了好几颗头痛药 参加市政会议的金发局长 跟建设局长也显得精神不振 那一样有接种疫苗的卢秀燕 还好吗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在12号施打 打完有副作用吗 柯文哲说还能上班 而带头打第一针的郑文灿也都是正常 我昨天接种到现在觉得身体状况蛮良好的 新北市长侯友宜则说打完针后 他喝了很多水 所以没事 我就多喝水 那早上起来也是多喝水 所以到现在为止 完全没有其他的状况 县市首长站出来接种疫苗 希望建立民众信心 不过出现不舒服症状的台中市社会局长 也补充建议 打完疫苗要大幅减少工作量 能休息就多休息 记者资本报道